2月4日距离 CBE全明星周末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所有各支球队正在为自己的球员加油呐喊助威 这其中就包括了豪门球队广东与辽兰 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投票 未来最大的赢家很有可能就是辽越这两支球队 因为在近几年的全明星投票来看 广东与辽兰会占据CBE全明星的半壁江山 遗憾的是因为新规则的改变 每支球队的首发只能投出三人 所以辽越这两支球队顶了天了只能 出现六人被选中全明星首发阵容 从本赛季的热度分析 广东这边入选全明星首发阵容的可能是易建联 赵锐与胡明轩而易建联最有可能未免票王 至于辽兰方面 入选全明星首发阵容的可能是赵继伟 郭艾伦与张震灵至于韩德军鉴于伤病的原因 本赛季成为北方全明星首发中锋没有任何希望 他将把机会留给更多的球员而作为北区大热 新疆南兰的阿布都沙拉木狠 有可能替代韩德军入选首发名单 其实从南北两区阵容上分析 赵锐胡明轩与易建联入选首发南区大名单 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三个人作为本土最炙手可热的球星 几乎就是流量的担当 至于北区这边赵继伟 郭艾伦以及张震灵 几乎是铁定入选首发大名单 所以最大的悬念无疑还是剩下的四个名额 我们不妨从本赛季表现分析 先看南区这边 上海南兰与深圳南兰无疑是有实力 给辽越两支球队制造麻烦的俱乐部 而本赛季加盟深圳南兰的 周鹏与上海南兰的王哲林 很有可能成为南方全明星 首发的另外两名补卫球员 本关北区全明星看照刚下的热度来看 曾凡博无疑成为最受关注的球星 他拥有未来中国南兰发展的一切可能性 而阿布都沙拉木则是表现最稳定的大个子 这样的话南区首发大名单预测将是 胡明轩 赵瑞 阿联 王哲林 周鹏 北区的首发将是 赵季伟 郭艾伦 张振林 曾凡博 阿布都 沙拉木 这几乎是铁打的国家队选手 这十个人都入选过国家队 且在刚刚公布的中国南兰十八人大名单中 除了阿布都沙拉木以外 其他九人均入选了大名单 可见这份首发预测还是很靠谱的 当然最终的首发得票 也要看球迷们的知识 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份大名单中 老大哥一见连是最有可能入选全明星 南区票王以及全明星票王的球员 相信只要阿联不退役 他当选票王是最没有争议的事情 所以在这份大名单中作为生涯首个赛季 曾凡博倘若能够凭借人气当选 无疑是最意外的事情 对此你怎么办